好,我們現在來看這個1比1 我們看1比1 1比1的話,它說是圓C S平方減掉4X 加Y平方 加6Y 減12等於0 是求圓C的圓心 半徑面積宇宙長 好,我們現在來看他的這個 圓心O等於多少呢 O6 這個嘛,取一半加乎 這等於2 負3 1分之1 2分之1是等於2分之負6 負6是負3 R等於多少呢? R等於2分之1 根號 D平方 負4的平方 加上1的平方 6的平方 減掉F是負12 那個半徑就算出來了 這等於2分之1多少呢? 16 66 36 R是8 12 20嘛 6 7 8 9 100 所以的話呢,這個就等於多少呢? 2分之1 10 是5 等於半徑是5 所以他的那個周長 周長我們叫C好了 C的話呢? 就等於2拍R 2拍 RR是5 所以等於10拍 對吧? 然後呢? 他的那個面積 面積A 是等於拍R平方 拍 乘以R R的話是5的平方 所以是25拍 沒問題 25拍 這樣沒問題吧 這樣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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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你要打起精神來喔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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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要那個 認真用功的話 才有 辦法把它給念好 上 你看看這個立體 立體 立體2 他說色緣 C 是S平方 加Y平方 減2一個尺 加4Y 加A等於0 他說半徑是3 R是3 R等於3 且原心 原心在哪裡呢? 在那個 Y等於 B X 加3 3 是求AB的值 好 首先 我們知道 它原心在哪裡? 原心的話 很容易算 2分之負D 所以是1 2分之負1 所以是負2 這個 原心呢 是在這條直線上 所以這個B 就可以算出來 我就把它帶進去 對吧 帶進去的話 Y是負2 等於B 等於B 是B 乘以1 加3 所以B 等於負5 B等負5 然後A的話 也是多 因為它半徑是等於3 所以3的平方 是等於4分之1 就R平方 乘以多少呢? D的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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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以負二的平方 加上1的平方 4的平方 他减掉4F f 是A 這樣A的話 可以算出來 49 36 等於多少呢? 24 加16 乘4a 4a 等於多少呢? 20 乘36 所以等於 乎16 那 a 等於乎4 這樣有問題 這沒問題 好 沒問題的話呢? 我們現在來看看 啊這個 我在講的時候都沒問題 那你為什麼沒幫我卡? 問誰? 題目看錯 題目看錯啦 那也不會考太爛吧? 有沒有幾個? 沒有幾個? 是媒體都看錯嗎? 前面上錯後面都看錯 這樣子喔? 是題目少嗎? 還好 還好是吧? 那你又要小心一點 啊那個物理喔 物理也拿來問啊 物理你現在考得怎麼樣? 你物理考幾個? 有啊 那這樣可以啊 這樣可以啊 有 那個有問題就不要客氣 就拿來問啊 好 我們現在來看看 立體2 5塊 立體3 好 反正 你就是 就是 那個分數比較 分數比較差的 就 就 分數比較差的 我們來試求通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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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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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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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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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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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型是Hk Hk到達這三點的距離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要滿足這個方式 H-1平方 加上K-1平方 會等於H-1平方 加上K加1平方 會等於H H加2的平方 再加K-1的平方 這樣 那這樣子的話 那我就可以連立兩個直線來 這個跟這個連立的話會得到一個直線 你看 這有一個很方便 就是H可以消掉 那一消掉的話 這個K平方跟K平方一定可以消掉 所以就像這樣 剩下是-2K 加1 這裡是-2K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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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得到這一條方程式就得到 這一條方程式就得到 這一條方程式就得到 就是K K就算出來 這等於4K等於0 那K 那K就等於0 再來的話 再來用這兩個 這兩個的話你看 這個可以消掉 可以消掉的話 這H平方 這H平方也可以消掉 所以這是2H加1 這個多少 這是4H 4H 4H 這裡4H 這裡4H 加4 那這樣H你就知道 6H等到 6H等到 6H等於多少 5半徑的平方 這等R平方 所以你就把那個 H和K代進去 就可以把R算出來 R等於多少 R平方等於多少 K代進去嘛 這是4 加上-2K代進去 變成了-2分之3 -2分之3的平方起 4分之9 所以這等於4分多少 16 16加上9 所以是25 所以R等於多少 R就等於2分之5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 它的那個 體合一有什麼意思呢 它的體合一是這樣子 就是我這個 這個就是說 現在有三點 對不對 那三點的話 那這個 這個的話 是跟第一點的距離 就是HK HK跟第一點的距離 跟第二點的距離 這個呢 是HK跟第二點的距離 那跟第一點的距離 跟第二點的距離 一樣的時候 它就等於 做出來 就是這兩點的垂直平衡線 這兩個方式連立起來 代表什麼 這第二個點 HK 到達第二點的距離 與HK到達第三點的距離 會一樣 所以這弄出來是等到 是等於那個 就是這一條 垂直平衡線 那兩條垂直平衡線的話 的焦點呢 就是它的外心 這是它的幾何意 兩點 不過這一題特別簡單 我們直接把H跟K 直接做出來 好 然後的話我就知道了 它問什麼東西啊 它問呢 這個 圓心跟半徑 那時候圓心 O等於多少呢 H是等於負二分之一 K是等於0 半徑呢 是等於多少呢 二分之五 半徑是二分之五 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就是我HK 這一點到達三點的距離都一樣 所以可以呢 立三個等式 這個可以弄出兩個方形式來 這個方形式代表呢 第一點跟第二點的中垂線 這個方形式 這兩個方形式連立 代表第二點跟第三點的 那個 就是垂直平衡線 垂直平衡方形式 這兩個連立起來呢 就等於 13點的垂直平衡線 這三線會較有一點 那就可以呢 立兩個直線方形式把它解出來 這樣沒問題吧 你看 你看你那個 就是以前的 那個有數學的 還有那個 物理的那個題目 拿來借老師 我就給他copy 然後呢 就等到那個 要考試的時候 我會拿來看一看 看你們到底是 是怎麼考 我們看立體試啊 試求經過 那你們那個第二次 是拿那個台中一中的考驗來考試 不然 不然 你裡面 有一張是 那個台南 就是台南一中的那個題目 不知道 你們 你們第二次月考的 數學試題 是不是台南一中的題目 不是喔 不然的話 你怎麼有台南一中的題目 你給我那兩張 其中有一張是台南一中的題目 我們看立體試 試求經過 點P 負8 1 且與 兩座標左相切的遠方比試 好 我們看 就跟負8 1 負8 1 假設在這裡 負8 跟1 而且 跟什麼 兩頭相切 那我假設 這個 圓心在這裡 圓心的話 我叫什麼 那因為跟它相切的時候 所以 這一點到達 歪軸的距離 就是半徑R 你如果把它寫作標的話 就寫成負R 那這一點 到達 X軸的距離 也是R 因為正的 所以你可以寫成正R 所以它的HK 一個是負R 一個是正R 表明 那R就是半徑 然後我可以寫成什麼呢 寫成這個方程式 這圓的方程式可以寫X加R 因為是X減掉 這個 因為這是圓心的平方 加上多少 就在這個點 這點到達圓心的距離 加上Y-R的平方 這個就是R平方 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吧 就是說 上面的點到達圓心的距離 就是R 所以可以寫成立這個方式 然後其中 P這一點 通過這個圓 所以我就把 負8跟1 帶進去 所以是負8 加R的平方 加上1-R的平方 這就是R的平方 然後把它展開 展開會有兩個節 展開的話 這是R平方 這個2R平方 這有兩個 減掉的話一次下 這裡有16 這裡是2 16加2 所以是-18R 286 這是-2 加多少呢 8864 64加1 65 這等於R平方 那可以去掉一個R 所以就是R平方 -18R 加65等於0 那我們來看看能不能醫次分解 15跟3 是不是 能不能15跟3 15跟3 15跟3 3515嘛 不對喔 不行 這乘起來45 不是65 65呢 所以多少 515 535 應該13跟5 不是15跟3 13跟5 對不對 所以是R-13 R-5 這可以得到什麼呢 R-13 還有這個R-5 這個等於0 所以就知道R等於13 或R等於5 可能半徑是5 或是半徑13 如果半徑是5的話 那圓形的話應該是在裡面 這距離是5 這是5 這是5 對不對 所以它的圓形在哪裡 R現在是5 所以是 戶5跟5的地方 半徑等於5 這樣子 第二個解的話呢 就是在這裡 在外面 在外面的話 這是13 這裡是13 人體 半徑是13 這樣子 到底 好 那現在 要寫它的方程式 所以你就把那個R帶進去 就得到了這個方程式 C 這等於x 加R R的話有5的 等於去 數據 加上5 平方 加上y-5的平方 等於25 這是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 13的 x加13 平方 加y-13 平方等於169 平方是169 有這兩個 放成4 這樣子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 立體體 這樣沒有問題 我們看立體5 它說 試求經過 經過 0-3 Q 40 且原心 在什麼 原心 在這個 x加上 2y等於0 的直線上 好 那它這個 原則方式多少 那你怎麼做 我就把這個 圓 寫成 圓形 把它寫成 參數式 我假設 x 是t 那 y 或者是 y寫t 我假設 y是t 那 x 等於 t 這是 圓形的 參數式 好 那圓形的話 到達這兩點 距離是一樣 那我就可以求數t 距離 這一點到達這一點的距離 跟這一點到達這一點的距離 跟這一點到達這一點的距離 要一樣 也就是說 我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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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2t 就是0-2t 2t的平方 加上t-¥3 t加3的平方 這個 這兩點相減 這裡 4-2t 就是2t加4 平方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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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平方 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就可以把那個 你看 t平方 可以消掉 這裡有一個4t平方 對不對 這裡有4t平方 這裡有t平方 這裡有t平方 所以t平方的相是消掉的 所以他只剩下一次方 一次方這裡有多少呢 這裡有6t 6t加9 啊 這一次方等於多少 4-2 8-2 16 16t 加上16 那t就算出來 所以10t等於多少呢 10t的話 9-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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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負7 所以t等於10-7 所以t等於10-17 t就算出來 好 那t就算出來 那事實上這個就是r 那這個就是r 這個就是r 好,那里面放的是,这个商人是很炸的这个东西 那里弄的呢,弄的容易坏掉 再擦一擦乱 这擦完哦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 T的话等于10分之后7 所以我们知道原心的话就多少呢? 原心哦 带进去嘛 带进去的话就等于5分之7 把它带进去嘛 带进去的话是10分之后7 现在半径多少呢?半径是等于多少呢? 半径的平常嘛 所以阿平常等于多少呢? 10分之后7 这个10分之后7的平常嘛 再加多少呢? 10分之后7 这是5分之 5分之后7啦 2分之后10分之后7 加4的平方 那这样的话就等于呢 1分之后1分之9 40分之后1分之1 不小心会不会算错 啊,这个是等于5分之何呢? 5分之20 50分之7 4分之7 4分之7 平方 这样子 那所以我就知道 这边就是0分之8 2分之7 平方 加上y加十分之七的平方 等於r平方,r平方是這個 100多少呢?49加上 這上面169嘛,169再把它乘以4 169再乘以4 493613 462427 676 676 100多少呢? 加49 15 8、9、10、12、12、11 725 然後這個可以約掉 約掉25 725約掉25 2、50 225 多少? 8 8、5、4、10、15 16、20 應該是9 9、5、45 我還不計算能力退化掉 9、20、8、25 0、12、2013 0、3、, jingle 。 8、21、20 również Q2、26,8、20、21、20、20、15,21、20・20、21、2015、69、2022 calledat sq、22、20、21,2200、2022 對呀,我這裡也是這樣算 這個答案沒有錯 沒有底 沒有底吧 沒有底 沒有底的話,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 立體五、立體六 我們看立體六 他說四球三直線 一到一 這等於S L1 等於X Y-9 等於0 L2 等於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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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另外一個方法 可以給你參考 我們就用普通的方法做 就是說 P2 就是 直線1跟直線2的焦點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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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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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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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1 2 2 2 1 2 3 2 2 2 4等於2 等於2的話y等多少呢 y就要6減掉7 6減掉7的話 y等於1 對不對 所以p23等於2跟1 對不對 2跟1 然後再來的話 這兩個 這是p13 p13的話 我就給他1減 我這個減這個好 減上去 這個乘以後就沒有了 因為戶外跟戶外可以減 減上去 2x等於多少呢 7減9 負2 s等於負1 那y呢 y的話 負1減9 y就等於負10 對吧 s負1 負1 負3 減掉負10 乘7 沒有錯 所以這個p13 就等於負1跟負10 對吧 那有這三個焦點 那再用呢 我們剛剛那個做法做 我就說 假設 圓形一起hk 是不是 圓形一起hk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做 就h-6平衡 加k-3的平衡 等於h-2的平衡 加k-1的平衡 等於h-2的平衡 加k-1的平衡 好 那我現在齁 連力這兩個 我這兩個連力 可以得到一條直線 這條直線的話呢 你多少 首先 h平衡可以消掉 平衡向一定可以消掉 所以這邊 -12h 加6k 加多少 36 加9 45 45 就得了 h 消掉 這是4h的 再加上2k 加多少 4加1 5 另外的話 另外的話 就是這兩個 這兩個的話 就多少 這一邊是多少 這邊是h 2h 加多少 20k 100 100 100 101 好 一段 -4h 加2k 加5 整體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得到兩個方程 兩個直線 這兩個直線的話呢 我把它整理一下 再整理一下的話 這一過去 12-4 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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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過來 -4k 等於多少 45-5 45 這個呢 先把h移過去 6h 加上多少 18k 這等於5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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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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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就是K,那H呢? H的話就等於2分之10加K 10加K10減21分之25 等於2分多少呢? 通分以後是210減21分之25 8 不過這個數字好像很醜 好,那這樣子的話呢 大概外接你的方式 啊這個就是半徑 半徑的話你把那個帶進去 把那個帶進去的話呢 他那個什麼呢? 他這個圓心的話 一個是6-3 一個是-1-10 一個是2-1 這個都沒有算錯 不知道這個有沒有算錯 好,那這個就是R嘛 R的話你就可以算進去 然後把它帶進去就對了 不過HK的話呢 算出來很複雜 是不是? 這樣沒問題 沒問題吧 就這樣做了 這個做法跟那個剛剛那個做法是一樣的 得了,然後求出H跟K 不過這個可能算錯了 帶進去可以求出R來吧 那你有HK跟R在一起 那就可以得到那個圓的方式 這樣沒問題 沒問題吧 這樣沒問題吧 好,那老師現在 重點就是說 想要介紹另外一個方法 讓你比較快 算出這個來 這個題目當然是比較單純啦 我們用加點交句話可以算 那老師有一個方法 可以比較快的把它算出來 怎麼算? 注意看 這個東西我就把它寫成向量方程 比如說以這個嘛,向量方程對 那這個就是說 這個就是說 這個就是說 這X XA A的話等多少呢 A是這個向量 1,1,3 對不對 然後加上這個Y Y的話呢 是這個向量的 V V的話呢 是等多少呢 -1,2,1 B 等於這個C C的話 這個向量是 907 這樣子 對不對 沒問題吧 然後的話呢 我給它取外機 取外機的話 就X X A Clause B Clause 以後就沒有 Y就沒有了 這等於C Clause D 不過這兩個都是向量 B 這兩個向量事實上有三個分量 這三個分量代表什麼 代表呢 這三個分量 這X的話 這樣Clause出來有沒有 它會有三個分量 它聲量代表這三個分量 怎麼看 這X的話可以把它寫成這樣子 A A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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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負1減掉6,所以是負7 是這個,減這個,負3加1,負2 這個減這個,2減1,2減1起3 所以這個可以放多少,負7,負2,3 如果是C close B,C close B 的話 我們這裡的話,比較方便是B close C 我們把B close算出來以後再做個負號就好了 這個減這個多少?就14了 表面理,這個減這個就14 這個減這個,這個是負9加7,負2 對吧? 啊,再來是這個減這個,負18 信不信?負18 然後這個減這個 你C close B 要多個負號 所以你就把它加給負號就是上面 C close B 這就等於負14 負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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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3個分量 寫著二 1 2 3 2 3 1 這個P多三呢? 12 你對高看看 P23 P23 X分量是不是2 P31是不是互異 P2是不是6 有不定? 所以X的話 一次三個分量就可以算出來 有不定? 這個是差的 花明的方法 那Y的話 怎麼做? Y的話 你就把 Close A 我也是用Close B 你把它Close在前面 所以X的話 Y等多少 Y的話 你把它Close在前面 就A Close B 大分之內A Close C 有不定? 好 那A Close C的話 A Close B 我們已經知道了 那A Close C呢? 那A Close C呢? A Close C的話 是 這個-這個 7 就是 這個 -這個 那再來是 這個 這個 就是27 27-7 20 那 再來是 這個 3的話 是這個 -這個 -9 對不對? 所以這等的話 這等於 等於 這剛剛已經有了 是-7 -2 3 那A Close C的話 A Close C是 7 20 -9 是不是 這樣子 好 那說到X分量 就第一個分量 第一個分量 知道 這是那個 23的 那 這是 3-1的 這是 1-2的 一組 這是-1 這都要-4 這都要-3 你看 23的Y坐標 23的Y坐標是-1 對吧 然後這個 3-1的 1-3的Y坐標是-10 然後 1-2的Y坐標是-5-3 等於 所以就可以得到什麼呢 得到這個結果 這個結果就是說 你馬上P 1-2 就多少 就這個 就是你把它排在一起 2-1 6 這個就是 2-1 那P 這個應該是 23的 2都要是 3-1 這等到 這等於 -1 10 就是 然後 那個 P 1-2 這等於多少呢 等於6 5-3 對不對 這是不是很方便 這方法是不是很方便 對不對 這方法很方便 當然這題是很容易啦 這題你用加點消去碼都做出來 我說如果那個數字很複雜的時候 你不容易用加點消去碼的話 這方法是最快的 一次啦 一次就可以把那個三個坐標找出來 好 這是蔡老師 蔡老師 花名的 哈哈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來看立體器 立體6的話呢 是算那個外型 立體器的話呢 這個是算內心 要算內心 要算內心 好 0.7的話 他說 三角形呢 AVC 那個三邊的話 AV 3 就是 減4Y 減19 等於0 0 那VC VC 是4X 加3Y 減17 等於0 好 那C的 這等於X的 加7等於0 那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 你稍微 那個圖要稍微畫一下 以免 那個 那個 本來是內角平分線 找到外角平分線去 這圖你要稍微畫一下 一個是X呢 是等於 互7 對不對 另外一個的話呢 這協力是等於正的 4分之3 4分之3 應該是4分之3這樣子 4分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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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的話 這個是3分之4 跟它是垂直的 所以 應該是4分之3 應該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東西我是隨便畫的 這垂直 養底 那我們現在做什麼呢 做那個 腳平分線 腳平分線的焦點 對吧 好 那腳平分的焦點 我們怎麼做 我們就是說 另這個 這個圓形是 是HK HK HK 到達 這一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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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協力是負的 這是BC 這個 這協力是 AB 這個的話 是 CA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我看看 這一點的話 到達這兩點的距離 要一樣 就是 內心到達這兩條直線的距離 要一樣 這兩條直線 一條是 CA 一條是 VC CA跟VC 那麼它的 距離 距離就是 X 加7 就是 H H 加7 H 加7 會點多少 5分之多少 4H 加3K CA 跟VC 減掉17 有問題 那就會得到一條方程式 好 我們現在來看看 你把它去刮號以後的話 就要寫正戶 所以這是5倍的H 加5C35 等於正戶 4H 加3K 減持器 那H K的關係是 代表一條直線 那這條直線 你看 這個斜率應該是負的 所以這條角平面線的斜率應該是負的 所以你應該什麼呢 你應該取正還是取負 應該取負 因為取負的話 H跟K 過來的話 常常都是正的 所以應該什麼呢 取負的話 過來變成加的 所以變成 9H 加3K 那等多少呢 負得正 17減35 17減35 這樣等到 8 應該負18 可以別分嗎 這可以別分 多少 3 3H 加3K 等於368 這一條就是這一條 這一條 再取這一條 這一條就是CA 跟什麼呢 CA 跟AB的那個 那個交點 也是一樣的 也是一樣的 就是 就H H加J H加7 等於呢 這也是五分多才 再變成這個 SizeH 減4K 減19 這樣有問題 這樣沒問題吧 沒問題的話 那我一樣 這樣 就變成 5H 加上35 等於正負 正負呢 3H 減4K 減19 好 那我們觀察一下 這一條它斜離是正的 所以H跟K 移到同一邊的話 有一個正的有一個負 那我們現在來看 應該是選 負的還是正的 應該是選什麼 正變負的 應該是選負號這個 沒有問題 應該選負號這個 那斜離的話 才會是正的 這樣移過去的話 8H 負得正移過去變成負4K 等於多少呢 這負得正 19減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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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35減19 6 負16 有問題 這一條的話 就是這一條 這一條直線 然後現在我就可以連例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就把它處理 處理4 42得8 OH 42得8 41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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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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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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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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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R,這個是R,這個是R,通通是R 等底 那7-2R等於無了 R已經有了,O已經有了 等底 等底吧 我所有的都知道 所以那個方程式就是 X加2的平方 加Y的平方 等於W15 這個就是 遠的方程式 是不是這個樣子 對吧 所以你這個圖要大致上畫一下 不要畫得很精確 大致上畫一下 焦點在哪裡沒什麼關係 就是它的形狀 形狀的話也不能太異 因為我們要找它的內角平溫線 因為你行動如果畫得太離譜的話 內角平溫線它的斜率本來是正的 你畫畫變成鋪的 內找到的話就不對了 你可能就找到外角平溫線去 表面 然後這兩條剛好有垂直 所以這個有一定很明顯的特徵在這裡 這一條是天垂線的 表面 最主要是這個圖要把它給 畫得不能太離譜 這樣的話呢 才有辦法把它給做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吧 蠻形狀 最主要的